一颗巨大的陨石带着自己的一帮小弟凝笑着冲向了地球 这颗威力相当于一万枚核弹的大块头一旦撞上地球 将会有超过一兆吨的灰尘和沙石三不在大气层 遮天蔽日 一千年以内阳光将无法照进地球 说白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全都在玩玩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绝世天节 这部由迈克尔贝指导布鲁斯·威里斯·本阿弗莱克和精灵公主利弗泰勒领前主演的影片 拍摄于上世纪的90年代 除了强大的演员阵容影片的特效也让人眼花缭乱 影片一开场在美国太空总署的指挥下 一名宇航员正在空间站忙活着 眼瞅着要大功告成了他们突然遭到了不明物体的袭击 包括航天飞机在内的所有设备全都被摧毁了 这下太空总署可炸了过了急忙开始查找原因 转过天一些打前锋的小陨石铺天盖地的冲向地球 这只来自外太空的拆迁队工作效率那是相当的高 刹那间整个纽约防导物榻搞得大部分人都无家可归了 太空总署经过调查终于搞清楚了原因 指挥官向总统汇报说有一个跟德克萨斯州那么大的陨石正向地球扑来 一旦撞上地球上所有的活物全都在向洋物业报道 这时候手下把分析数据拿了过来 说再有18天这块陨石就将撞在地球上了 海上石油钻井站的站长威利斯是一个心地善良重义气的老板人 不仅技术精湛而且在工人里有很高的威望 小杰是威利斯的徒弟 小伙子不仅一表人才而且勤劳能干人劳人怨 唯一的缺点就是看着有点像个渣男 虽然威利斯很喜欢小杰 但当他发现小杰居然泡了自己的闺女小甜甜之后 开始拿着猎枪追杀自己的宝贝徒弟了 在老威看来小杰根本就是赖喊了想吃天鹅肉 此时的太空总署做满了各种端架 这些人纷纷献祭献策出了不少搜主意 指挥官听完之后都觉得不靠谱 最后大家伙一商量想出一主意 在陨石上钻个洞 然后把核弹放进去进行爆破 把陨石炸碎了地球也又没什么危险了 经过慎重考虑 有关部门决定把在陨石上钻洞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交给经验丰富了威利斯 随后太平洋空军总司令带着人来到了海上钻井平台 把老威和他闺女接到了太空总署 指挥官说 那块陨石正以两万两千英里的速度向地球撞来 到时候有一个算一个咱谁都跑不了 而目前只剩下15天零三个小时的时间了 你必须在这之前 把你守线那些能跟着你一起上去的队员训练好 在陨石上钻一个洞 然后把核弹放进去引爆 我们将派两架航天飞机和两个小组上去 如果顺利的话 你们都能活着回来 一旦壮烈牺牲 我保证你们都有国旗盖 老威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能接这么大一伙 心情也是非常激动 随后老威开始召集自己那些得利的手下 这帮人虽然业务能力挺强 但私生活都比较混乱 很多都是警方的重点打击对象 这其中包括目无法界的大雄 联邦调查局的长客胖子 经常骗财骗死的大把鸭等等 但是这里面业务能力最强的 还得说是老威的徒弟小杰 虽然老威不同意他闺女跟小杰的事 但为了拯救世界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小杰 指挥官一看这几块料 这心就凉了一半 老威说去不去你们自己拿主意 去的话还有活的机会 不去的话 咱就等着过几天一起去见上帝 这帮人虽然经常违法乱纪 但一个个都是有血性的汗 把这帮人的情况告诉将军之后 差点把将军的鼻子给气歪 将军说这帮家伙因为盗窃 骚扰拒捕都被指控过 其中一个人还替黑手党收过钱呢 两个人坐过牢 把拯救世界的重任交给这帮人 是不是也太不靠谱了 将军这边不满意 老威那边还提出了要求 说自己的手下都同意上去 但有些条件希望政府能给帮忙玩 其中涉及到七个州的56张停车发单 两个美国户口 一州的豪华价值旅行 大雄还想在白宫的林肯卧房里住上一个树架 以及所有人这辈子都不想再交税了 接下来所有人都进行了全套的体检和心理测试 这帮人回答的是驴唇不对马嘴 把医生们给折磨的是痛不欲生 虽然所有人都没有通过测试 但时间不等人 太空总署最终盖上了大空张 接下来这帮人开始接受体能和适应能力的训练 负责训练的商校说 通常一个宇航员需要接受多年的训练 你们就简单了 只有12天的训练时间 经过一系列魔鬼般惨无人道的训练 这帮人的脾气都没那么暴躁 指挥官说 两架航天飞机将于周二傍晚4点半发射 67分钟之后将到达俄罗斯空间站 到时候俄罗斯的太空人大长脸 会给你们的航天飞机加液态氧气 大概60个小时之后 你们将到达月球 利用月球的引力 让航天飞机绕过月球飞到陨石的后面 然后以22500英里的石速追上去 降落在那块鸟不拉屎的陨石上面 我们必须在陨石到达最后的屏障之前引爆核弹 这样陨石的碎片才不会撞到地球 一旦被陨石突破屏障之后再引爆 那么地球就会去找阳王爷报到 在前往太空执行任务的前一天 所有人都被放出去跟家人团聚了 大板牙知道这次剧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 因此他找高雷代借了一大笔钱 离婚多年的卷毛叔来到了前妻家 目的就是在临走前看一看自己的儿子 他和老婆离婚的时候他儿子还很小 所以他儿子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卷毛叔的前妻跟儿子谎称卷毛叔是个推销员 由于卷毛叔以前劣迹版本 法院近着他过来看孩子 他把一个航天飞机的模型放在了地上 希望有人能为他骄傲 大板牙等人在夜总会闹事被警察给抓了起来 但由于他们的身份特殊最终被释放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 一些小陨石袭击了东南亚地区 死了好几万人 形势变得是越来越严峻了 老薇在临走前跟女儿小甜甜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话 小甜甜希望老薇能够安全地 把自己的未婚夫小姐给带回来 老薇虽然挺生气 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总统终于出来发表演讲了 直到这个时候 所有的吃瓜群众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卷毛叔的儿子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个推销员 卷毛叔的前妻一看前夫出息了 这才告诉儿子 这个曾经的赌徒和酒鬼就是他老爸 发射的时间终于到了 这帮人带着地球人的众望飞向了太空 航天飞机跟俄罗斯空间站对接之后 大家伙见到了古怪的太空人大长脸 可由于这个空间站年久失修 在输送燃料的过程中发生了泄漏 幸亏这帮人跑得快 不然全都得泄了彩 两架航天飞机绕过月球之后 终于看到了正在前面火急火燎赶落的陨石 虽然直到目前一切都很顺利 但在这个怪石临巡的陨石上降落的时候 小杰所乘坐的航天飞机出事 老薇乘坐的航天飞机虽然成功降落了 但也伤得不轻 把卷毛叔大碗牙等人全都瞎尿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另一艘飞船全军覆莫的时候 小杰和大熊还有俄罗斯太空人大长脸 大胆不死捡了一条命 此时只剩下八个小时的时间了 大家伙不敢耽误 准备好设备就开始钻动了 可由于这陨石下面全是铁矿 钻动的过程非常不顺利 不仅钻头损坏变速器也爆掉 而太空总署那边一个个也是焦头乱额 由于陨石受月球的影响非常不稳定 因此他们跟老薇的通讯 只能再持续最多七分钟的时间 之后就有可能永远也联系不上了 这样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引爆核弹的时候 无法确定上面的人员已经安全撤离 由于设备损坏 想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不能在五分钟之内引爆炸弹 那么陨石就将突破最后的屏障 到时候地球将彻底被毁灭 总统一听也慌了事了 急忙给将军打了电话 命令其必须在五分钟之内引爆核弹 至于管不管用只能听天有命 指挥官说这不是瞎胡闹吗 在陨石表面上引爆核弹根本就不管用 可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按照总统的命令再过30秒就要引爆核弹 那么也就意味着老威他们全都在玩玩 小甜甜一听当时就急了 开始跳着脚骂街 说你们这帮大混蛋全是杀人犯 核弹这边刚一启动就被卷毛树也看见了 老威急忙把上校给叫了过 上校说这是紧急程序 他们要在地球上遥控引爆核弹 咱们得赶快撒下资料 指挥官觉得不能让总统这个啥也不懂老胡同蛮干 于是偷偷吩咐手下赶快把核弹的启动程序给关掉 老威和卷毛树等人也一直在要求上校关掉核弹的引爆程序 但军令如山倒上校根本就听不进去 当双方正在僵持的时候 太空总署那边终于把引爆程序给关掉了 不过这事很快就被将军给发现了 他命令手下再次启动了引爆程序 在老威小之一里动之以情的劝说下 上校最终动摇了 拆除了核弹的引爆程序 重新换上设备之后 老威等人再次开干了 可这次依然是很不顺利 由于挖到了天然气层 负责操作钻头的胖子连人带车一起被炸上天 这是英雄的至暗时刻 也是好莱坞讲故事的传统套路 在得知任务失败之后 有关部门把这个坏消息告知了所有的老百姓 让大家伙都赶紧吃点好的吧 但天无绝人之路 当所有人都准备等死的时候 小杰和大雄等人开着穿山下工程车杀到了 师徒俩在其他工友的协助下 顺利的把钻头钻到了800英尺的身体 接下来到了南一号老威的高光时刻 由于时间不够了 只能挑选一个人留下来警告核弹 大家伙用抓揪的方式选人 小杰不幸被选中 但老威答应过女儿 一定要完好无损的把他的未婚夫带回地球 而且从剧作理论上来讲 拯救世界的任务必须由南一号来完成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地球一旦出现情 所有人都别逞了 全权交为好莱坞一切都将被摆平了